小朋友們,你們好 小胖叔叔又來給你們講故事了 這次要講的成語故事叫做《驚畏填海》 傳說在上古時代炎帝有個女兒叫女娃 女娃長得既天真可愛又聰明活潑 有一天,她一個人來到東海去遊玩 突然,東海先鋒起浪 像個天真地暗 女娃拼命地掙扎 救命啊!救命啊!救命啊! 但還是被大海給淹沒了 傾客間,風平浪靜 女娃化作了一隻小鳥,名叫驚畏 她日夜在海上飛旋,為自己的不幸哀鳴 她決定要把東海填平,戰勝東海的驚濤海浪 驚畏填著石子樹枝,一次次地投向東海 可是,石子樹枝,一下子就被大海給吞沒了 但是,驚畏毫不氣餒 帶領著她的子女繼續夜以繼日的填海 成語,驚畏填海 用來比喻不畏艱險,使之不渝的精神 好了,今天的成語故事就講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的話,歡迎訂閱、評論和轉發 我們下次再見